被西游记的幕后笑死 玉皇大帝的扮演者被印到冥币上 很多地儿都有您的形象 都什么地儿 去明节的时候 哎 玉皇大帝演完了以后 就拿我那样吧 都给换出了 一直找不到谁弄的这冥币 想跟他们打官 扮演观音菩萨的演员去寺庙上香 没想到 我找到一个空间 刚刚也把那个男子的一放在 两三个男老太婆 关音在这儿 关音在这儿 我吓得我感觉好 更是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你看那个好大的那个关音的照 你这才供了香 哎 这是我了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在这儿呢 我说哎呀 你别供香 我说供的香 我们这就不好了 我说 他说那要不那要不 你又是观音菩萨 你又是观音菩萨 我就赶紧走了 车漫邀请了西游记全体人员 唯独少了一个人 唐僧的扮演者去西南拍戏 中途却当了逃兵 原来二郎神才是人间清醒 我姑娘们喜欢她 小伙子也喜欢她 都在打听她结婚美 那些姑娘们送个媚眼 表示着好感 不来电 他还说有句名言 好好一个人干嘛要拿去结婚 好好一个人干嘛要拿去结婚 如来佛祖的誓言者 在泰国买佛像 结果 回看佛祖十块钱一个 我也来买一个吧 给我拿在手里一看 还是我 还是我 好 好